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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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杨所长出事了 什么 我们现在都在去医院的路上 你赶紧过来吧 杨所长被他里抓到 我就跟他发生了冲突 在政治的过程中 杨所长 杨所长从哪都掉下去了 你说什么 人怎么样 我也不太确定 我跑了 徐宁 我告诉你 杨所长要是个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 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的 二叔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让安民从人间消失 不让他跟派出所人有联系 我这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 你个蠢货 我让你离开县城 你就是不听 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 我怎么办呀 我是不是得跑路啊 跑什么跑 现在到处都在抓你呢 先躲起来吧 能躲一天是一天 徐宁 我告诉你 万一被抓 一定要扛住 有二叔在外面捞你 明白吗 知道了 二叔 我知道了 川爷 有事吗 老杨有事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谁打电话告诉我的 老杨现在怎么样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 好 我马上过去 胡彪 你敢出卖老子 等着 老子弄散 老范 少大 我刚知道的事 别难过啊 会好的会好的 会好的 照顾好的 来 坐坐坐 你说你这不是糊涂吗你 啊 就为了你一个猜测 一个不确定的推断 你让老杨梦这么大的风险 你真是 我也没想到 我的县人把电话打给老杨 老杨这才去了现场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 你的县人没给你打电话吗 手机忘带了 你没带手机 你可是一老刑警了你 那刑警的纪律你不知道啊 啊 关键时刻不带手机 那跟从不带脑子有什么区别 你以为你打了内推申请报告 你就内退了 我告诉你 组织上一天没有批准 你一天就没有内退 你这一天就是刑警 这一天就得按照刑警的纪律办事 我告诉你老杨要是没事 还可以要有事的话 我看你怎么办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怎么着 我就不理解了 那刑警的案件就那么重要吗 比老杨的命还重要 真是霸余师傅中华上 你瞎指挥你 阿米 你老公徐宁 为什么半夜鬼鬼祟祟地要搬走 他为什么非得带你走 欧阳 知道徐宁 跑去哪里了吗 不好说 至少不会再跟我联系了 你还有什么关于徐宁的其他线索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事不敢说 但是我告诉你 只要你的主观上没有犯罪动机 而且你能证明 那么你就没事 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 我们不强谷你说 我们不强谷你说 不能陪估 piggy 我们不剩下的灵魂 你们有事不来 都没剩下的灵魂 谁陪着他呀 老杨睡觉睡得死 那天六点自己生到这儿 到时候想了半天他都不醒 所以我一定要小心他 今天我就守在这里 哪也不去 我就守在这里 你这个杨妖子 等一分钟我都不让你睡 妈 你可疯了吗 老杨 我的儿可以逼命 二叔 你先回去吧 身边帮我把小千带回去 好吧 妈 我不要 我能看得出来 安米现在很紧张 矛盾 她在犹豫 是啊 她现在是有点紧张 等她稍微平静点再问吧 那现在怎么处置她 能怎么处置 杨所长的事跟她没有直接关系 她又没犯法 还是 让她回去吧 但这两天 别让她出门 然后再派个人保护她 是 去吧 妈 我爸昨天准备回家呀 这有什么奇怪的 有任务呗 正好 那咱们可以给她惊喜 对对对 还不知道你爸他喜不喜欢呢 再说了 我俩这老夫老妻的多不好意思 别拍了 妈妈到这了 你这么大我回去给你处理一下 保你年轻二十岁没问题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我妈进去吧 我妈进去吧 妈你看这个多好啊 但是你跟我爸就在这拍 就在讨历上拍 这行 这个不错 是吧 什么呢 这这个 这是五十年的 结婚金 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 这好看 这好看 这啥呀 那是年轻人拍的 年轻人怎么了 你看这回头多了 妈能穿到跟她一样 我这一句 这个不是吧 这个好 这个好 我看这个行啊 跟咱爸他俩一阵了 你看看我这就好看吗 啥 我懒妞女帽你 你才懒妞女呢 怎么说话了 这给妈试你嘚瑟什么 我愿意 妈 真是太好看了 好看了 哎呀 你说你妈这么大岁数的 给你整成这个样 多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人家八十岁 还拍结婚纪念照 来一张啊 那你妈也不年轻 那五十了叫年轻吗 六十岁才是中年了 早着呢 来来来来 来一张啊 也不知道你爸喜不喜欢 我爸肯定喜欢啊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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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怎么样 妈 你答问漂亮点 我爸高兴得非韵乐不可 去 肯定 是穿这红的还是穿白色的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都差不多 你俩定吧 你俩说啥好我就穿啥 红色的代表感情 浪漫热烈 白色的呢代表纯洁之作 战胖 我觉得吧 咱妈咱妈这感情就缺少那热烈 但是绝对纯洁 白色的 好 那就白色的 给你俩的 来 选一张 又不是 还是要 跟你俩 来 我 还是要 你俩 再乱 看 美女出炉 哟 你看我就说白的好看嘛 真的 妈 这衣服特合身 就像给你定座似的 我都嫉妒死了 你嫉妒我一个老太太干啥呀 就穿这身吧 真的 就穿这白的好看 反正你俩说好 我就穿它 行行行 就这个 来来来一张 发芽 来一张 走 怎么样 好看吧 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来 你们都进来吧 好好好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们有什么话 赶快和病人说吧 爸 爸 爸 你别这么说了 哥 你别这么说了 你看你 你别这么说了 爸爸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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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Will 那不对 我就一直想吵了 可是到了今天 我还是没有吵过你 我没有抓住许你啊 老杨 你已经吵过我了 杨光哲 我命令你 一定有停留 不能逃下 我停 我停 爸 爸 我停 我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接到胡彪的电话 怎么能让你去死啊 要死 也应该是我呀 来 妈 你什么必须去 你叫什么 好好好 好好好 哎呀 爸 你什么东西 对啊 跟我妈试婚纱了 快快快 快 将来拿来给爸看看 来 爸 来 来 爸 爸 爸 你怎么了 我说 老头子 你咋了 老头子 爽了 爸 哎呀 你们杨叔叔 牺牲了 他走了 老杨啊 是我把你害了 也真巧 就昨天我把手机拉在家里了 手机他就关了 李玉玲啊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这手机呀 害死了老杨啊 王老杨害了 爸 那我也不知道 我昨天我一直吵架 他手机就一直想一直想的 我就 我就给他 放起来了 他后来还一直想呢 我就给他关了 我哪知道 出这么大的事啊 爸 爸 你别生气啊 爸 爸 你笑笑气 我 我 我妈他也不是故意的 你说 这么多年 你一天到来 你抱怨我是警察 我是干警察 我张言注定 是干警察的命 行 这个我成全你 让你过安眉的日子 咱俩 离了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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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咋 昨天下午 我在送所长回家的路上 接到张大西安的来电 说发现徐宁在海边下回路 让我马上赶过去 当时所长给张大打了电话 但是没有打通 所长在视线紧急 命令我马上赶到现场 是我没保护好所长 是我没保护好所长 一大早 看见张大抱着迷迷 坐在所长的办公室里 上去看看 张大 天啊 在这些老专业当中 就是有程他和杨所长 关系最好 感情最深 杨所长这一组 虎可 明天开追悼会 你是咱们几个秀才 好好写写 一定要把老杨的精气实习写 商局长 你放心 局长 我来拿我的东西 我请求你把我调回新京队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 这个还要不要了 张队 欢迎你回来 局长 我还有个请求 说 万山小伙子不错 技术过瘾 政治可靠 跟我破了不少 他是一个小的高材生 我想能不能把他也调到新京队 给我当个帮手 你的眼睛看得不会错 这样吧 你和万山准备一下 回新京队工作 这个徐宁的案子是你抓的 案子跟着你走 一定要负责到底 老杨走了 咱们对他有个交代 要尽快地把徐宁抓捕给案 谢谢大家 三哥,你这一路上心情沉重,一句话也不说,怎么了? 羊腰子死了。 说心里话,我让张言离开刑警队,很大因素,我是为了你。 我的目的,是让张言下了基层,少管刑警队的事,远离谢建华的案子。 我是为了你的这个战友情,不顾另一个战友情。 是,三哥,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兄弟我。 为了你,我指使徐宁,陷害谢建华。 这才把谢建华以强奸为随罪判得刑。 如果徐宁被抓的话,咱们都得漏下。 要不,我找人把他做。 你说什么呢? 现在还能做傻事啊? 我这不是为你考虑吗? 你的心里这么堵透啊? 我这心里也不舒服啊。 张大炮又重新回到刑警队,正在积极地布置抓捕方案。 这个张大炮知道徐宁的消息了? 他没有,我让他们跑得越远越好。 我这心里确实不好受。 我不能给张大炮说,你别抓徐宁。 可是表面上呢,我还得积极地跟他讲。 你必须把徐宁给我抓住。 师傅,你放着别动,我来弄。 来,我来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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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 2 是,我来弄都家用了。 发言,总结,我说话老做法,别是老笑的,老杨里看不下去了,就送给我这个,让我好好学习,学说话。 学习,学习,再学习,杨所长对你,可真有心。 杨所长是个工作孩子,在我们战友当中,他最朴实,最看厚。 班里的脏活,累活,都是一人干,坑坑的像头牛一样。 后来,我们转业了,都参加了工作,这些年过去了,老杨实际上这些东西一点都没变。 一人干,坑坑的像头牛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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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